我們邀請國防部嚴部長 請嚴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這幾...剛剛已經有蠻多委員在討論這次頓目相關的事情 那我針對這次事件之後 我比較想要討論未來 在包含軍醫系統 包含這個疫情不打的系統上面 有沒有還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我昨天下午也聽這個 包含防疫中心的報告 包含軍醫局這邊的說明 想請問一下第一個 血清抗體檢驗的IGM跟IGG的抗體篩檢結果違和 這四位弟兄他是這個 還有四位弟兄是陽性嘛 對那他的IGG跟IGM的抗體檢驗結果違和 報委員那目前我們並不清楚 好並不清楚 主要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他們在處理 好沒問題 知道IGM跟IGG的差別是什麼 是那即興期IGM會飆高 那比較慢的時候是IGG 好那想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知道我們部隊知道IGG跟IGM 他在這個他是一個是前中期 一個是已經感染一段時間 那我們5月1號的時候台灣有發表一個論文 就是感染一段時間之後的這個代言者 他可能的傳染力會降低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嗎 5月1號的事情 會需要講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我相信 部隊還有很多人不一定知道這件事 那當然因為這個有 我猜測跟防疫的這個傳達指揮系統有相關的關係 所以我想要確定一下 在這個IGM的情報出來之後 我們有提到說要將PCR佈達在 包含軍艦港口 軍隊等等的地方 那想請問一下 我們是會用哪一種機型 然後是用 是由誰來操作 報告委員 我們目前會用比較先進的PCR的機器 那希望它的時間會短一點 那也不需要這個操作人員具有非常專業的實驗室的技能 以及也不需要實驗室的設備 可是你剛剛講的有一個衝突 PCR機器如果用新一點的話 理論上都要經過訓練跟考核 有操作手冊 目前市面上有一些新的可能具備這一方面的功能 那我們會做規劃 所以我們現在目標採購的機器機型 是不需要考核的嗎 不需要訓練的 就是說操作的人他很簡單就可以上手 所以是不需要 你就不需要訓練嗎 訓練當然我們簡易的跟他講解一下 沒啦 那個機器儀器要操作的時候都要有 原廠的證明 又不是我自己在家裡考駕照就可以出門開車 是 是 那有一些就像傻瓜相機這樣子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是打算要採購不具備這個 實驗室設備這一種等級的 好 為什麼要用PCR呢 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PCR它應該是一個就是檢驗時間相對短 然後準確率相對低 但是這個在大規模的情況下是比較好用的 那其他的比較好的機器的話 他可能需要四五個小時 PCR一到兩個小時 那四到五個小時可能相對準 所以我們選擇一個比較相對簡單的儀器嘛 現在方向是這樣嗎 是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除了操作儀器之外喔 我們還需要關心什麼 我們剛剛講這個 我們會找一個類似傻瓜相機 然後操作相對簡單一點 給可能的我不知道是衣冠還是誰去使用嘛 除了操作儀器之外 我們在送抗體的過程 還有需要注意什麼 整個採檢的過程 我們採檢的過程當然必須要注意採檢的這個安全的防護 我們採檢的醫務人員 那必須要做相關的一些防護措施的準備 所以就包含採樣的環境 包含樣品的感染 包含實驗的這個流程 它都必須要有 好 那這一些流程我們現在是誰在負責 這個部分我們平常在我們醫院裡面都有訓練 那在部隊 那部隊的部分我們如果說要做採檢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第一個選擇還是會請衣冠 那我們相關的訓練也都會加強 好 我們現在原則上 那操作儀器理論上也是衣冠 如果說我們會第一優先 是 好 我們看到你們是要佈達在國軍艦艇長期巡弋任務 海軍中藥營地陣地港口都要配備PCR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理論上是優先選擇衣冠 那我要問一下如果沒有衣冠的單位怎麼辦 我們有一些醫務的人員 那這經過訓練之後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 在這樣子的這個檢討之後 我們這一個防疫的系統 不管是在現場的採檢 或者是保存檢體 甚至是後送醫院的流程 都是100分 沒有問題 我們會隨著這個狀況 然後隨時精益求精 所以現在還沒有100分 我們應該是蠻完整的 但是我們會持續努力 可是我剛剛聽就有幾個問題啊 第一 我們要選擇傻瓜相機的機器 第二個 我們要請這個不一定有考照的衣冠 甚至是不是衣冠的人來操作 是 報告委員 那因為機器在這個使用上面不是那麼複雜 具備了合格 我們合格簽證 告訴他怎麼用 他就會用了 好啦 我是覺得複不複雜 不能由我們來判斷啦 好啦 那可是我們要再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編制 有沒有因應這一次的事件之後 有其他新的做法 比如說美軍 美軍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派遣一個特別小組來前進部署 預防醫學 包含FDPMU跟海軍醫學研究中心的組員編制 包含維生物專家等事人 進駐這個類似他們的這個國防單位 來指導 我們現在有類似這樣的編制嗎 還是就現有的編制做不同的人員調度而已 是 那我們會做這個編制上面的檢討跟規劃 但目前在部隊裡面跟我們戰區的國軍醫院 那基本上都有這一方面的這個作為 國軍醫院我是相信啦 真的啦 這個裡面的人都是專業的 現在的問題是從第一線野戰單位 我們等於是前進儀器咧 我們不是把人拉進來咧 是 是 對嗎 你現在拉進來的這個包含抗體保存 實驗環境污染等等的 這一些我們如果沒有特別編制的話 我們怎麼 我現在不是不太放心 是 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會做相關的這個 再做訓練跟這個不打就對了 是 是 那接下來喔 因為我們不一定是專業的人員在操作 如果在判斷上產生問題的話 如果在這個公衛的決策上面判斷出生問題的話 那現在我們有沒有這個即時可以第一線出現問題 有沒有即時跟軍醫局或者是這個CDC有一個即時決策的機制 是 各位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跟CDC之間有一個聯繫的管道 那這個在部隊端跟我們軍醫局或者他們三軍的軍醫處組之間都有聯繫的管道 那當然他也可以自己直接跟我們軍醫局的疫情指揮中心做聯繫 如果國軍的編制是一個金字塔 包含這個部內的長官 或者是現在的行政長官 然後到這個軍醫院或者是駐地的單位 那最後是基層單位 我想爆發感染比較可能發生的地方一定是最遠端的這一群人 但是最遠端的這一群人 我們給的機器 我們給的這個醫療 我們甚至給的這個 我們可能需要送採檢的路程都相對的 坦白講比較遠離 等於是末梢神經的意思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沒有加強的話 很可能沒有辦法讓基層官兵進一步的安心 所以我們雖然看起來好像我們做了很多決策 我們也希望說這些事情未來不要發生 可是如何讓他們安心 我想這個才是決策之後 讓基層官兵最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對 包含這配套的一些措施都會做 好 我最後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裡面齁 這個在營區區隔管理 疫病醫療協處 以及營區監控做法 這我大概幫大家整理的三個類別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SOP 這個有我們自己的SOP 好 我們這個SOP有沒有跟衛福部討論過 我們目前就是說一步一步都有跟衛福部在做討論 所以我們這些SOP是軍醫局自己來的 還是說軍醫局寫完之後跟衛福部討論之後產生的結果 我們原本就有自己的SOP 那我們目前一起會做一些研討 這些東西衛福部有沒有看過 這個陸軍這個部分我們還在研討當中 但是我們目前也是有在做 我們盡快研討完 然後跟衛福部保持聯絡好不好 那這三個部分我特別關心 結束之後希望可以看到這部分的書面報告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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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 謝謝部長 謝謝陳委員